- 这个节奏是不提供的伴侣资源的伴侣 我现在真的很想揍人 但我不知道揍什么 大家好我们是 - 敲凡之后说 我老天爷啊 你今天是什么主题 - 你拍手你拍什么手 - 不准拍 - 太棒了 我都被气死了 - 我们算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- 拍了这个片子 - 拍了这个片子就算了 - 这都拍片子是我们的一个乐趣 - 没错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是花了很多加班时间 - 没错 - 跟老师密切的配合 - 没错 - 做这些有的没有的 - 对 - 然后比如说什么审查计证 - 你说微博的文件 - 确认学生的护照 - 学生都去办新护照了 - 入境的时间 - 好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- 今天主题是 - 日本Omicron的最新入境消息 - 对 2022 Omicron - 我不想知道它是什么 - 最新消息 - 大家都知道了 - 几月几号就不准 - 不准进去几月几号 - 这是三个月的月底哦 - 笑屁啊 - 就明明是礼拜一 - 对啊就是礼拜一 - 礼拜一早上讲 - 对 - 下午公布 - 对 - 晚你现在就禁止了 - 对 -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- 会影响到什么变化 - 我们先复习一下 - 之前不是说要护照 - 对要护照 - 审查计证 - 带着你的COE - 还有什么你的身份证 - 当地大习惯了 -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要先去跟 - 日本的签证单位 - 包括你的学校 - 没错 - 去申请一个叫做审查计证 - 那我们是做半天 - 我们多少个日一哦 - 三周 - 十一月几号公布的 - 公布可以申请 - 十一月初 - 八号 - 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 - 我随便啦 - 二十天之内 - 反复无常 -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 - 那你同学 - 现在你手头上所有 - 然后再办的东西 - 可以缓一缓的 - 因为为什么 - 我们来说明一下 - 它的最新政策是什么 - 那我们手头上这份是什么 - 这份是那个政府的 - 算是公文 - 欧米窟窿 - 水济措施强化 - 对 - 不想知道 - 好啦这边是说 - 它这是因为紧急避难 - 那我先说一下日本人 - 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很矛盾 - 第一个其实我会觉得 - 这个新的首相 - 汉田的首相 - 他的做法是对的 - 我得承认这件事情是对的 - 就是立刻停 - 对立刻停 - 因为他之前就是太慢了 - 就过好久才停 - 对 - 然后人都进来的 - 不断感染 - 然后就开始爆发 - 对 - 然后这一次是停了之后 - 停了之后还不小心有一个进来 - 起码他早一点停 - 对 - 所以在日本博那一片的 - 欢呼声音 - 但我们不能生气 - 虽然我们是代报啦 -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- 就一片说干得好 - 这个终于有一个 - 马上做出来 - 终于有一个正常的措施了 - 马上停止 - 因为很多国家就立刻停止 - 对 - 所以日本也是 - 就是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- 那所以在日本的 - 很多说干得好 - 太棒了 - 好安心喔 - 对 - 像之类的 - 不会再受到其他的情绪 - 对 - 在日本的风气是怎样 - 那可是在我们外国人里面 - 完蛋了 - 怎么用呢 - 又不能进去了 - 你现在要问我什么 - 这边真的拜行天宫啊 - 四面佛啊 - 各种拜 - 我只能拜神 - 我们来看看这次 - オミクロン水计措施的强化 - 它发布了什么 - 第一句收了什么 - 就是对于紧急避难的措施 - 它有一个月的期间 - 紧急避难喔 - 一个月期间 - 也就是说 - 最少它都要多久 - 到年底 - 对的 - 所以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 - 比较确定的八卦是说 - 现在的所有测试 - 在12月底会重新再改一次 - 对 - 改成怎样 - 我也不知道 - 不过有可能是 - 就是在延长 - 或者是它有其他的相应对策 - 对 - 可能你要完整的隔离 - 或者是你要完整的预防 - 接种到第三级 - 对 - 听说他们要开始打第三级了 - 台湾现在不是有些也在打了吗 - 不是 - 可是问题是 - 不是每个人排得到啊 - 对啊 - 对啊 - 就是我们不像其他区域嘛 - 你想打都可以打 - 所以会出现这个 - 所以这个措施是 - 它先暂行一个月 - 嗯 - 那会不会一个月以上 - 有可能 - 有可能 - 所以不知道 - 所以第一个它是针对区域嘛 - 没错 - 那第二个是 - 外国人这个大声店 - 哇 - 我心好痛 - 心痛 - 什么东西 - 外国人新规入国的 - 什么是新规 - 新的无规 - 我要起死欸 - 这是第一次入国的人 - 我现在真的很想揍人 - 但我不知道揍谁 - 就是你第一次要拿长期签的 - 对 - 老板就是那个月初的时候 - 赶快叫我们两个工作签证 - 帮你帮他回去了 - 对 - 赶快帮我们签接回去 -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再回来 - 是不是又再入国 - 对 - 该说什么呢 - 哈哈哈 - 工作签证也消灭了 - 对啊 - 你会以为我们是代办 - 对不对 - 我们还有其他事啊 - 所以 - 所以什么不能去了 - 我外国人新规入国不行 - 什么也停止发送 - 审查计证 - 审查计证之前都叫你们 - 请问一下现在谁拿到审查计证的 - 应该没有吧 - 我只能说没有 - 在我的世界 - 我的世界可能很小 - 但我们不是跟很多的女人学校 - 对 - 上百间女人学校非常多 - 也没那么多啦 - 实际长期配合就那么二三十间 - 对 - 没有一件事真的有拿到的 - 真的 - 她们没有人拿到审查计证 - 那有没有第一天就送件的 - 当然也是有啊 - 当然有啊 - 但第一天就直接送了 - 对 - 到现在都还没消完 - 第一个新规入国的审查计证 - 不可以申请的 - 不用来了 - 不用来了 - 不用来了 - 第二个是什么呢 - 已经申请的会发行的 - 不行 - 他也没有发哦 - 他也没有发 - 你也不能申请 - 他也没有发 - 对 - 哪也拿不到 - 我老天儿啊 - 然后再来呢 - 有效的什么 - 就是针对你有打好疫苗的人 - 他有一个就是行动的 - 就不要看 - 因为他只有两天而已 - 他这个的截止时间是怎么算 - 你知道吗 - 上飞机那一瞬间 - 飞机那一瞬间开始算 - 飞行时间算在那个时间内 - 只是说你在天上飞来飞去那一群的人 - 是要接种疫苗 - 要是要有疫苗 - 不然就是再见了 - 对 -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- 奥米克 - 不好听那一句 - 这就是跟那个福定模一样 - 不然你讲他的名字 - 一讲就气 - 对 - 这个奥米克的指定国是不可以进去的 - 没错 - 你有任何的文件都不准进来 - 都不准 - 就是你只要就是不可以进来 - 就你有什么什么 - 你在入国也不行啊 -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- 对 - 就是只要你是奥米克的禁止国都不可以 - 都不可以 - 然后再来呢 - 再来就是入国者总数 - 就是说这个是你预约的人不用再预约了 - 它是有路径限制的 - 现在入境限制是一天几个人 - 三千五 - 对 三千五 - 也就是说 - 它今天三十号 - 我就只抽三千五百人 - 多的我就不熟了 - 我是想要讲我的讲法 - 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 - 虽然我是代办 - 但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 - 至少他现在如果停止的话 - 之后可能比较不会有爆发 - 你自己想日本是一个很糟糕的国家 - 也不是啊 - 也还好 - 可是为什么他怎么那么严重 - 就是他的政策很没有落实啊 - 充满浓浓的官僚 - 日本人有的时候是真不喜欢你这里 - 所以有够慢 - 你不知道在慢什么 - 这一次很快我可以理解 - 他们这一次叫什么你知道吗 - 闪电锁国 - 闪电锁国 - 闪电锁国 - 恨是我很会 - 对 - 闪电锁国 - 马上锁了 - 然后去那个那个什么 - 什么什么什么 - 新闻台跟采访 - 你觉得这一次闪电锁国 - 我觉得非常好 - 很棒 - 太棒了 - 我们终于真的有一个做事的首相 - 是不是 - 我的心里真的好痛喔 - 就类似这样啦 - 好所以这些同学们不要急 - 所以有可能在12月会不会全部打 - 打掉重来 - 也是有可能 - 重新再做一份 - 是不是 - 那他会不会增加一些新的措施 - 一定会 - 比如说他有可能就是 - 你要打第三季 - 才可以 - 或者是甚至 - 台湾可能没有啦 - 可是在国外你是可以验你的抗体量的 - 就你可以去抽学 - 然后大概几个小时后 - 你可以去看你的抗体量是多少 - 那有抗体的人可能还可以进去 - 然后不是也有发生很多那种 - 打完疫苗还是在感染的 - 对啊 - 所以他们也是要预防这件事情 - 那留学生同学们 - 因为人数太多 - 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会先被禁止的 - 对 - 不然几十万人进来他怎么查 - 直接爆炸 - 对会直接爆炸 - 好啦 -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- 今天主题是 - 日本Omicron的路径政策 - 路径政策几个重点 - 第一个这个政策会多久 - 这个政策一个月以上 - 新规入国可不可以进去了 - 不可以 - 你去申请之前做的手续 - 这几个礼拜做的手续有用吗 - 没有用 - 如果正在做的人还要在做吗 - 不用了 - 可是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是会很心疼 - 因为有一些同学是真的要考试的 - 对啊 - 那个语言学校我真的就觉得还好 - 可是问题是它是语言学校 - 然后要准备去 - 大学或研究所 - 那他就是赶快要进去学校 - 做一个口语上的练习 - 因为必须有面试嘛 - 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外国环境可以带给你的 - 对啊 - 所以我就会很心疼 - 那怎么能拖那么久 - 你知道我29号去做什么 - 那一天中午啊 - 我还跑去那个庙里伴伴 - 我真的啊 - 就是 - 祈求一下 - 拜托 - 拜托 - 不要卡我留学生 - 卡谁都可以 - 留学生别卡 - 或者是你卡可以 - 但是要给我一条路啊 - 懂吗 - 就是给大家一个方案就对 - 比如说打三技 - 我一定有想办法会弄到第三技给大家 - 就是比如说去争取啊 - 或者是跟其他的业者联合 - 因为欧美现在没这个情况 - 对 - 欧美现在都可以进去了 - 好啦我们每次结束都要跟大家说什么 - 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 - 人生啊 - 最后要说什么 - 那就拜拜 - 拜拜